就因一寸领土也不让,近五望军队四天之内逆袭成功,将故土全部收复,1920年8月10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一天,当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颤巍巍地在和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帝国终于迎来了黄昏,交出了象征着实力的权杖一直以来,这片土地一直被列强视作戒乱他们都在等待着这个,曾经无比强悍的国家 走向灭亡,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他都依偎在英国的庇护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终于赶到了厌倦不想再和这个没落的王国捆绑在一起,于是大英帝国决定驱逐土耳其人,他们拒绝了奥斯曼的结盟请求无可奈何,奥斯曼转头开始投靠德国人,对于这件事,伦敦没有丝毫表态,甚至不懈给出一丝安慰 他们认为土耳其人理应站在英国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要交出军舰在他们眼中,两艘军舰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衰败的王国,而德国人接纳了他们 奥斯曼国王向协约国下达了战术,正式的加入了德国阵营,奥斯曼参战之后,效果立竿见影,尤其是俄国深受其害,奥斯曼封锁了地中海的航线 切断了俄国人的武器装备和粮食补给供应线,让他们苦不堪言同年年底,英国意识到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控制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的忠实盟友俄国,就会溃步成军的国军队来势汹汹,面对如此艰难的境地 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决定发动战争,重新夺回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经过长达十个月之久的艰苦战斗,最终还是失败了 虽然德国的胜利就是意味着奥斯曼的胜利,但是这个小国,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权势 在战争中奥斯曼曾陷入多线作战的困难境地 在这场较量之中,奥斯曼终究是处于劣势的1914年 英军顺利拿下巴士拉,当时的陆军大臣亲率十万精兵,前往俄国企图挽回局势 但是他们错误的低估了俄国的,恶劣环境损失多达七万人 有至少三万人是因天气寒冷而被被冻死的土耳其人,在战场上没有过多出彩的表现 使其在同盟国之中的地位越来越低 在当时,奥斯曼内部的高级军官几乎都换成了德国人 甚至德国还将20万土耳其士兵调往前线当作炮灰 不仅如此,在其他方面也被德国牵着鼻子走彻底的沦为了德国的马前卒 到了1917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彻底的衰败叙利亚的大饥荒,夺走了六万人的生命 就连状况最好的区域也只能按照配给领取食物,每天都有人饿死 奥斯曼已经无力在维持战争了一年之后协约国前面入侵 早已经支持不下去的土耳其士兵,纷纷逃走会不成军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认为除了投降奥斯曼,再也没有出路了这场战役彻底底的托 垮了整个国家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 奥斯曼将军舰全部交给协约国,双手献出土耳其海峡整个帝国 被瓜分殆尽在签订的条约之中 原本属于阿拉伯的领地也被英国强行夺走 英法两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支持中东地区的小势力 独立打算从根源上清洗整个奥斯曼帝国 他们允许犹太人进驻巴基斯坦这一举动 为将来的争斗埋下了祸根 并且他们将大片的奥斯曼土地送给希腊 将剩余部分换入法义版图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奥斯曼分崩离析 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奥斯曼军队实行制裁 士兵人数不到五万人保留下来的军舰 仅仅剩下几艘,不允许他们建造大型攻击性武器 剥夺了奥斯曼的制空权和约中的每一条都在撕裂着这个国家民众的心 让土耳其人耿耿于怀 签约条约的那一天,成为了整个奥斯曼最为耻辱的一天 在这一天伤人罢是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为国家祈祷 土耳其国民们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在进行着抗争 虽然奥斯曼帝国正遭受着史上最大的灾难 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怀却慢慢苏醒 土耳其国民军因此而生他们 依旧在抵抗着侵略强大的民族责任感支撑着他们 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完成了不可想象的逆袭 1921年土耳其国民军压制住了侵略者的进攻势头 在经过了一年的僵持之后 国民军决并发动总攻短短四天之后 就成功的击败了对方 并且俘虏了敌方的最高指挥官 同年他们昂首挺进了土麦 拿收回了故土之后 慢慢将所有的师弟都拿回来了 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 从猎强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家园 这支仅仅军队只有五万人 却是近两百年来最具实力的一股势力 一个善与旺季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浩镜说 历史 今时欧雷是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 与苦难铭记每一天